周深昨天发布了催泪新歌 我在这挺好的 小编在上一个视频中谈到 有多家官媒纷纷转发 当时小编写稿的时候 其实在网上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官媒转发 没想到今天再来网上一看 好家伙竟然已经有超过240多家的官媒转发了 而且还得到了国内第一官媒人民日报的推荐 这个宣传力度在国内应该已经算是最高峰了吧 当然 小编个人也觉得 这首歌曲能够得到国内主流媒体的一致推荐 其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在歌曲本身 不一定是冲着歌手来的 但是选择谁来唱这首歌曲就是大学问了 既然这首歌曲是由央视自家推出的 那么这首歌曲一经推出 肯定是会得到大家的响应的 所以由谁来唱这首歌曲 其实也是一大看点 以央视的资源库来说 他们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歌手来唱 而是歌手太多谁最适合来唱 这种主旋律的歌曲 完全可以交给国内的歌唱家来唱 或者找一些当红且热度又高的歌手来唱 这完全都不是问题 那么多歌手中 央视一定是要找心中最适合的歌手 这位歌手不仅要符合官媒的正面形象 也就是无绯闻 无劣迹 阳光且正能量 同时这位歌手还要能够接得住这首歌曲 最后 这位歌手还要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热度和认知度 这三点周深真的可以接得住啊 周深毫无劣迹可言 还曾经登上了中国文娱的阳光指数榜 就像周深自己说的 树叶有专攻 周深的可演唱范围真的是太广了 二次元 流行 电音 rap 戏曲 中国风 民歌 外语歌 红歌 ost等等 周深歌曲所涉猎的范围真的是太广了 这首公益歌曲自然是可以接得住 最后一点 小编之前的视频中也提到了 周深几乎是以大满贯的形式 横扫了内地主流音乐媒体推出的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大奖 这其中也包括央视自家的top排行榜 总结一下就是 周深获得了内地主流媒体的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大奖 另外还演唱了央视公益歌曲 我在这挺好的 并获得了内地主流媒体的一致推荐 最后再加上周深将会登上今年的央视春晚 就凭这三点 周深目前是单人不让的主流最受欢迎歌手了 而且说到央视春晚 周深已经进入到了春晚的第四次大量排 可以说周深加盟央视春晚 基本上已经稳了 借助央视春晚的舞台 相信周深在未来发展又将会是更上一层楼了 小编突然觉得央视真的很爱周深啊 除了央视春晚 周深还有江苏卫视春晚和湖南卫视春晚 大家不要忘记关注一下 视频的最后是一则小道消息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蓝威的消息 2021年2月12日大年初一 周深还有另外一产春晚 那就是福建东南卫视2021春晚 这下小编又要激动一下了 不确定是真假 但是消息来自蓝威传媒企业 相信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你对央视传播周深有什么看法呢 你期待周深加盟福建东南卫视的春晚吗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彩更新 我们下期见周深加盟福建东南卫视 我们下期见周深加盟福建东卫视